Yo大家好,我是El 好了,我們又來到亞洲區車迷的暗夢 美洲賽區 大家要開始經歷凌晨看車了 不想爬爬,不要緊的 我會繼續盡快推出這個OMG賽事回顧 一年三站的美洲站 打向頭炮就是今年第二次回來的美國 今場在美國德州Cota舉辦的美國大獎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導致這麼多爭議呢? 我們馬上開始 星期有一則不是令人太開心的消息 Red Bull 品牌聯合創辦人 Dietrich Manitrix 在星期六與世長辭,享年78歲 雖然他不會直接參與Red Bull 車隊的決策 但如果不是因為這位Red Bull老闆 在2004年和2005年 先後收購了Jarga Racing和Miladi F1 Team 成立了Red Bull Racing 和之後改名為Alvatore的Toro Rojo 我們就不會看到Red Bull的光輝年代 還有上一年鬥到最後一個圈 Fest Eben和Hamilton的大戰 Dietrich 在近代賽車或極限運動 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看賽哥的朋友都應該會知道 Red Bull 車隊在今場之後 重奪了至2013年就失去的 車手車隊相關 都算是對他的一份最大的禮物 進入到美國一站 有兩件非常特別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 與今年馬米一樣 很多車手都換上了特別版的頭盔 今場是場上有一半的車手都有新頭盔 設計元素由牛仔 牛仔褲 皮革 BBQ 去到蜘蛛盒都有 Custom Vellums 更加有特別拉花 不過Vellums 那個是假的 因為這個設計 在比賽的時候是沒有出現的 話說我前幾天 就出過一條7部你要知道的 特別賽車拉花的影片 你是一定沒看過這條影片的 看完這條影片去看看吧 另一個今場特點就是 有很多新棉孔 因為F1對培育新人的新規例 一共有五支車隊 都有比新人或者後備車手 在FP1亮相 花拉丁就帶來了2019年F3冠軍 2021年的F2R軍 不過在國家身份有一些疑慮的 俄羅斯籍車手Robert Schraubman 正在出戰的IndyCar 在年中與車隊有合約羅宗門 西班牙籍車手Alex Paolo 他與Macaron IndyCar車隊 簽了新合約之後 理所當然地用Ricardo的賽車出場 Alfa Romeo就比現在F2排行榜第二 法籍車手Phil Puscher駕駛Bortas的戰車 大家都熟悉 意大利耶穌Antonio Givnazzi 再次出現賽車場 Hutz被他駕駛Madison的戰車 不過四圈就把他的車撞壞了 唉 他的重返F1之路 真是耶穌都保不住 我說的 以上幾位現在還未記住名字 還可以 但是最後一位 大家就要好好記住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非常之大機會 在夏年的F1 以正式車手的身份 和大家見面 現在有濃濃美國資金背景的Villums 在美國站帶來了美國籍車手 Logan Sargent 駕駛著Natifi的戰車出戰FP1 一直都有傳言Villums 希望帶美國籍的車手 重返下一年有三站美國站的F1 在這個星期五 Villums的領隊Jose Capital 就向傳媒表示 只要Sargent 能夠在今年賺夠足夠的分數 拿到Super License 他又將會頂替 下年不能續約的Natifi Sargent目前有28分Super License Point 現在F2排行第三 剩下最後一站兩場比賽 雖然積分榜仍然鬥得十分緊張 但是Sargent只要在最後拿到第五名 就有足夠的分數了 他又會不會成功 就要留到今年最後一站阿布達比才揭曉 提早公開這個不確定的消息 做法是非常不尋常 希望不會為他帶來不必要的壓力 好了 我們來到香港時間 清晨六點舉辦的排位賽 在比賽之前 有四個車手都決定換上新的ICE 包括周冠宇、Alonso 還有現在爭奪全年度亞軍的Paris和Naclete Paris換上第五副ICE 跌五名 而洛克羅就換了第六副Turbocharger和ICE 需要跌後十名 洛克羅要挑戰去年保達斯Iceman的地位嗎 今場衛到賽車帶來了升級的Alfa Romeo 兩個車手在最後一輪成功逃出Q1出局的命運 奧剛就發生了一個失誤 還駕駛著美國車隊Haas的米克斯麥加密魯神 還有回到美洲主場的拉迪菲 連同現在Q1出局都不會感到驚訝的Ricardo 在Q1出局 不過另一位回到美洲主場的加拿大少爺Lance Joe 就成功過關斬仗 不止打敗了隊友華迪爾進入Q3 更加成功在Q3 只在跑一輪的情況下 跑出1分35秒.598的時間 在三大隊之後成為Best of the Rest 排名第七名 在Q2出局的 有艾邦和分別在車隊投訴的兩個Alfa Tauri車手 葛田宇和加斯利 還有因為被判定超出了Track Limit 而被取消時間的周冠宇 羅利斯成功保住了進入Q3的門票 而布格特斯也成功擠入Q3 關於周冠宇的這件事件我等會再說一下 去到Q3了 目光還是回到三大隊 似乎在這條有大直路的Q2 車隊都不打算使用韜車戰術 大家都是各有各跑 甚至在最後一刻 成功打敗了隊友陸克萊和大熱門的韋斯日本 取得實至名歸的頭位起步 也是今年他的第三個鋪 第四名到第六名 是佩雷斯和兩部Mercedes 羅利斯和艾朗素就掉到第八和第九 不過車隊領罰之後 頭排就變成了一部紅車 一部紅牛 Mercedes 兩部車排在第二名 史道爾以第五名起步 是今年最前的位置 好了我們回來一起討論一下周冠宇 被賽定超出Track Limit這個事件 周冠宇本來是有一個可以進入Q3的時間 但因為在第十二號出彎位 賽方判定他離開Track Limit 時間被取消 因此在Q2止步 影片來看其實是很難判得到的 周冠宇在賽後訪問裡面 也指自己在駕駛座裡面看 是完全在線裡面 不過車隊就沒有提出上訴 但是因為這次判定 在賽後Reddit等等的討論區大爆炸 因為周冠宇出界看來是十分十分之邊緣 這樣也要受罰的話實在是過分嚴苛 然後有一張未經正式的相片 令到爭議再度升級 原post是指這張照片是韋西日本在Q1 近乎同一個位置和周冠宇一樣踩了界 但是沒有被罰 再說一次是沒有得到求證的 如果看不出這張照片是什麼時間發生 有關周冠宇的部分 有人就發佈了另一張照片 嘗試去證明周冠宇是超出了Limits 不過這張照片其實是Q1 實際在Q2出界的時候 是沒有出那麼多的 而關於韋西日本的部分 韋西日本在Q1只是跑了一輪 即使時間被取消 以他的速度再跑的話 仍然可以入到Q2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的時間沒有被刪除呢? 要求真就只能夠再提一次 做偵探L真的很花時間 支持一下吧 回顧影片都不是氣做的 這張照片應該是出自 在Q1剩下11分鐘24秒的時候 韋西日本在出彎的位置 但是當我重新看回整場 韋西日本on-cam的鏡頭 的確是看不到他有超出見面的 謎底似乎已經消除了 我只能夠說 拍照的角度其實是有影響到 能不能夠顯示到真實的 這張照片在Reddit也被刪除了 即是留下了討論 先不討論把照片真還是假 不過因為一次不清不楚 才會令到車迷 再一次對FIA 單憑影片 用肉眼定案起爭議 在今年匈牙里站 加斯利和佩雷斯 已經先後投訴過 FIA用影片判定 Check Limits 是非常過時的 已經發生過不少次的誤判 近年FIA要收緊Check Limits 這個規則 我是贊同的 不過條例定得死 但是硬件就完全追不上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 就不是針對著某一個車手 你猜F1真的不怕衰肉華嗎 只是裁判團手不手鬆 因為終究都要用人來做判斷 FIA和FOM 在近年多次被質疑公信力有問題 目前為止的改善計劃 都未見到有實際的成效 反觀FIA的MotoGP 在2021年就已經開始引入重量感應器 去偵測Check Limits 觸發到的就判罰 公平簡單又清晰 不要再講什麼場地問題 MotoGP其實都只是把重量感應器打在路邊 連相機鏡頭都要放進去 是有心做你沒有心做的 你覺得FIA的公信力是怎樣呢? 你記住最過分的一次 誤判又是哪一次? 留言說一下吧 待會還有一件事 又是關於FIA的判決 引起的重大爭議 來到正賽當日 COTA的現場座無虛席 起跑一刻 頭位起步的紳士 一下子就被韋斯日本追過了 真的不是馬後炮 因為如果要鬥起步的話 這個結果 一早都是意料之內 不過在進入1號彎之後 就不是所有人都預計得到 韋斯日本領先進入1號彎 兩部銀戰一左一右緊跟著紳士 行李道看到右邊有空位 所以就走到最右邊 不過羅素就因此BREAK的彎 導致出彎太快 直撞紳士的左後面 紳士打了180度 爆胎變成POL TO LAST 撐到維修站後仍然要退賽 羅素又因此被罰5秒 老實說這次紳士真是無妄之災 形勢帶好底下退賽 更重要的是 他正正正正正正和兆士者羅素 爭奪車手排名 有人就說羅素的判罰太低了 這次完全是羅素的錯誤 撞到紳士退賽也只是罰5秒 作為宏觀人的我 當然是心有不甘 不過FIA的判決準則 一向都不考慮結果 只會考慮當一刻的情況 再配合時機 車手能不能避免等等 通常起步因為較為混亂 一般都很少處罰車手 不過這次仍然有處罰 應該是FIA都看得出 羅素的錯誤有多嚴重 至於五秒判罰重不重這個問題 好直接就要看看車手的動機 這次直播其實有放到夏美頓和羅素 在起步反應和0-200加速的對比 是一個好的參考 夏美頓的起步反應比羅素快0.06秒 但是0-200加速 羅素反而比夏美頓快 其實就是因為羅素入彎的車速過快 他根本不能控制車出彎的時候 不要撞到紳士 只不過雖然羅素在賽後都有向紳士道歉 但在意外的當刻反應 他是怪罪紳士 打橫去到他面前 怎樣看紳士都是Racing Line 他在後面撞上去 這一點我真的不太欣賞 一輪混亂的起步之後 佩雷斯達到一定的名次 也在8圈之內追到上第4名 前排變成了Red Bull和Mercedes的天下 上游車手一般都是用黃胎 在第13個圈和瑞斯日本相距3-4秒的夏美頓 首先入站換胎 因為佩雷斯已經歸隊了 所以Red Bull也十分標準地在1圈之後 第14個圈被瑞斯日本入站防守 羅素應該在這一刻入站接受處罰 佩雷斯領跑1個圈後入hit 瑞斯日本重新反到頭位 夏美頓的Undercut失敗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關心一下 在場上的唯一紅車 就是綠克萊 綠克萊因為被罰在第12名起步 逃過了起步的時候前排的混亂 又慢慢提升名次去到上游 在前排車手入pit的時候 Plan E又出現了 到底是不是每一場都要有5個Plan以上呢? 但這個Plan E應該是指Stay Long延遲換胎時間 應該是說黃天不負有心人吧 到了第18個圈 保達斯15產生在賽道外面的gravel 安全車因此出動 羅羅和身後的華迪爾同樣講到特價的peat stop時間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但能不能夠把握就另當別論了 羅羅出peat的時候 剛剛好在佩雷斯之後排了第4名 唐術在那時候不斷地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我心想有多好啊 如果法拉尼的peat code可以刪剩1 這個3.5秒的peat快是0.5到0.8秒 羅克羅已經在身思前面 華迪爾換胎也只是用了2.5秒而已 三圈之後去到第21個圈 安全車退場 不夠一個圈安全車再次出動 Millioner休息也不能休息也要出去 意外就發生在群車進入11號彎之後的大直路 第8名的艾朗素在10月前面史道爾的氣流之後 向左進攻 史道爾在最後一刻向左攔截 艾朗素撞上史道爾 賽車更加被炒起前屋完全離地 史道爾因此退賽 下一場也要因為惡意攔截被罰隔 而艾朗素就撐回維修站更換投役 名次跌到第16名 意外責任盡在史道爾這一點 雖然大家都會認同 但我又很好奇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雖然再一次偵探L上身 走到大直路之後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史道爾就一直看著右邊的倒後鏡 而車都突然的一個遲來的提示 提醒史道爾艾朗素在他後面靠近 史道爾向左鏡一看 一隻在右鏡都看不到的身影出現了他的左邊 一下本能反應輕輕扭了 老實說這次車隊的提醒真的太遲了 不管艾朗素是否真的有意進攻 在直路前段就應該要叫史道爾留意一下 車隊整個說話都未說完 兩輛車已經撞在一起了 所以車隊也是有一定的責任的 就是這樣就失去了一次單場追過Alfa Romeo的機會了 碎片山上都一定也是 不過我又真是佩服Marsel的行動之快 竟然不用紅旗就把場地清理好 在第26個圈比賽重新開始 旅開來以輪胎優勢 在第31個圈追過了佩雷斯 然後又出現了一幕 令車迷帶點眼鏡 但又帶來了有如劇本式的精彩鬥車 排第二名的咸美頓 在第35個圈入站再次緩胎 緋西亞本就在一圈之後緩胎 這個時候 是少有這樣 Red Blue 出現Pitch Stop Error 左前輪不能夠上緊 導致了一個11.1秒的超慢Pitch Stop 而同圈入站的陸克萊 就把握機會 在維修站的Fastling追過了佩雷斯亞本 出Pitch之後 終於上演了 很久都沒看過 佩雷斯亞本和陸克萊的前鬥了 他們真的鬥得很乾淨利落 可惜在直路上 仍然敵不過有馬力優勢的佩雷斯亞本 而我本來也真的以為 閒美頓是能夠在今年首次獲得冠軍 但是緋西亞本 在最後10個圈 用黃蝦對上白胎的優勢 將他和閒美頓的差距 由3秒多慢慢收窄 最後在第50個圈 打破了閒美頓的美夢 重奪冠軍 閒美頓第二 而陸克萊第三 真要謝謝緋西亞本的左前輪 帶給我們精彩的一幕 如果不是他的話 我們應該都睡著了 不過有一個人 應該十分之討厭他的左前輪 就是由第10名起步 一度領頭的華特爾 緋克萊在第42個圈 入站換胎 但是匹庫不能夠把左前輪上好 一個16.8秒的匹停 將他之前在安全車入匹的時候 賺到的完全賠出去 排名跌到第13名 但是姜也真的越老越辣 博特爾在場裡不斷在16號彎超過對手 僅在最後一刻 過終點線之前 和Madison 展開了一場精彩的前鬥 最終搶回第8名 而越老越辣的姜還有一個人 就是場上 第二個的兩屆世界冠軍 阿朗索 阿朗索在第14名起步 最後第8名被升空過一次之後 將一部剩下兩個輪 和沒有了投翼的車 撐到維修站 由第16名起步 再重新力追 最終以第7名原賽 真是十分驚人 但是好消息 只是維持了幾個小時 因為哈斯車隊 入址申請上訴賽果 又令到一眾車圍 對FIA投翼無限質疑了 哈斯先後對Red Blue 佩雷斯 鬆脫的前翼 Endplane 和LP 艾朗索 鬆脫的右後鏡 提出投訴 說賽車處於不安全底下作賽 而賽方沒有出黑產期 但是哈斯車隊在今年 因為類似的事件 就收過三次黑產期 對上一次在新加坡分集 好一個王子華的魚蛋理論 咦?做甚麼? 為甚麼大家 買次元彈很多時候 他要元彈多個兩顆? 咦? 我不要你給我兩顆 我要你拿走他的兩顆 大家少兩顆 那不公平 咦? 為甚麼他有田將我沒有? 我不要你沒田將我 我要你扔走他的田將 大家都不田 那不公平 我們就看看FIA的判決 首先是佩雷斯 在第六個圈 就已經掉下來的前右翼端板 裁判團在賽後 收到Red Blue發出的前翼詳細照片 因為佩雷斯的前翼 並不是不安全 所以就駁回了投訴 那LP呢? Alonso在第四十八個圈 追過哈斯車隊 Medicine的時候 和Lancio碰撞 撞傷了的右後鏡 整塊飛了出來 裁判團裁定 賽車在不安全底下作賽 被罰十秒名告 即是換來一個三十秒的處罰 同樣都是賽車有鬆脫零件 為什麼一個要罰 一個不用罰呢? 那邊就曾經以2019年 劉克萊和夏美頓在日本站Susuka的先例 指他們的賽車 都是後鏡有問題 但是呢 就被允許繼續作賽 但是裁判團又反駁 Alonso賽車 後鏡仿動的次數相當之多 有機會打到其他車手造成危險 而鬆脫了之後 一部沒有後鏡的車 也不符合條例 所以就因此被罰 其實我也明白 兩個情況是真的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好像他這樣說到這麼嚴重的話 作為裁判 為什麼沒有即時發出黑產旗 要求賽車入站 要等到其他車隊 投訴完之後才抽後算賬? 事件就是這樣 今場還有上一站 在日本站 安全車底下差點GG的Gasli 同樣是在安全車期間 因為落後了10架車距離以上被罰 受罰的時候 又因為Piku差了0點幾秒 沒有完成到罰秒 而再度被重罰 我在這裡就不發表太多個人想法了 留給你們討論一下 Alonso因為有30秒的撮罰 由第7名到第15名 華迪爾之外的所有車手都上了一格 同屬Alpine的奧剛 就因此得到第10名的最後一分 車隊積分榜上 葵西日本在上一站就已經確定瘋和 羅克萊領先佩雷斯2分 除非羅素和辛斯有任何的大進步 否則第二名都應該是由佩雷斯和羅克萊 鬥到最後一場分勝負 羅利斯如無意外的話 極大可能坐在best of the rest 中了車隊積分榜 恭喜Red Bull 在今站 委屬一本贏車 和佩雷斯第四名的積分進帳 當然還有羅素令到辛斯退賽 Red Bull在今站提早宣布 確定2022年的車隊總冠軍 9年之後 至2013年 重奪雙王 今場平治的升級 絕對是為了車隊帶來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剩下的三場裡 仍然有機會爭奪第二名 Aston Martin在華迪爾的一番努力下 和Alfa Romeo只是差一分 我們都要留意 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因為這麼多單意外 還有多謝Max的前阻態 令今場美國站都變得可爲精彩 下一站來到墨西哥 你又會不會覺得有精彩好戲呢 認為會的朋友留言打個會字 不會的就打個會吧 最後呢 要感謝一下對Alro一直不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Alro的Patreons SkyM families 有Alvin C Andy Yip Cherry Lee Fantastic Bobby Fu777 Jason Ng Laundry at VAF Club HK Main KJSG Mike Lee Rio Lao Soup 93 Photography Sawil Ho 智成地產 許改工 Easy Life 生活以稅務顧問 KW充電及有地圖 英國創成地產 Herd Investments T.M小薩 Jason Lee Marcus Bin Ng Boris Ng Chill Driving HK Trade Earnest 以及一眾Alro's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Al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